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军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欢迎大家收看 这就是非要不可 让你非要不可的刘军耀 so yo yo 礼拜二 皆被 達人林瑞圖 在我们现场 林瑞圖你好 耀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网路上的朋友大家好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点阅啦 因为我以为没有人关心我 我就要退休了 我跟邱怡一样啊 邱怡现在跟我同一个办公室啊 同事天涯沦落人 相往何必沉相似啊 不会不会不会 你在网路版只有一个困扰而已 什么困扰啊 人家说吼 长得太丑 长得太丑 不是困扰 反而不是困扰 反而不是困扰 哎呦 林瑞圖 原来是长这个样子 看起来还蛮 宇洋先生你都会穿西中 我说甘的骨带我 甘的骨带我 甘的骨带我 然后人家就觉得说你还还还蛮人魔人养 可是人家听不清楚你讲话 哈哈哈哈 他说 他说邱柯可不可以上字幕 我说吼 哎 结果我去问人家上字幕的一个小时啊 我们的节目一个小时要五千块 嗯 哎 他说 他说希望能够有人 可以来上你的 越宁你那个话 有时候都讲不清楚 我说 蛤他真的讲不清楚 他讲不清楚 我叫他再讲一次 是口齿不清啦 啊我就没法 我就因为 以前这锤子都 锤子我锤了 不是 我这都锤子 锤子也锤了 对对对 我 那时候 民进党 那时候我们的党外 我锤子差不多都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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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锤子差不多都锤了 那时候锤子都锤了 那时候锤子不是用这个锤子 用这个木棍枪托这样锤 整个锤子都锤了 所以说 他说 他以前 我当时 我们里面有口腔 有整个 做一个整理 啊 他说医生就跟我说 你这次你讲话 会感怨感怨 口齿不清 所以大家知道齁 林瑞圖那这不是天生的 他是因为 你看林瑞圖这么重宅 他讲话以前是非常清晰的 可是后来呢 因为 为了民主运动 被那时候 那时候跟着黄信介 那在党外 党外的时候嘛 对不对 那时候很多群众运动 大家可能 比较不清楚的话 所以要当年刚好 出来 跑新闻的时候 就碰上他们在跑 在群众运动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要入宿街头 入宿街头 我现在教学会啊 我口齿不清 喔 就没关系 但是 我跟民进党 真的 真的 我不敢说 我是恐应多少 但是最少 我们抛头颅 撒热血 那是真的 对 手机 咬咬都不掉了 我都 跟这时候齁 台北这些出来 后台这些人 歪歪 探探探探探探 把国家整个掏空 我今天为什么 我们前几次我们在说 民进党是真正的 其实对我们台湾是四季大道 你又读写了一本书叫做 掏空台湾黑皮书 对不对 那我这边有黄皮书 白皮书 对不对 政策白皮书在那边 他是掏空台湾黑皮书 这里面 这里面说的 有传统是一个 因为 我最近 已经不是 三百三十九条了 你还多十条出来 真的吗 因为他们还附带民事 民事官司 民事官司 跟 我们也有很多朋友 你都知道 还有球场多少 你都知道 球场多少 2千万 有的2千万 有的5百万 有的1千万 像余谦 就要球场 几十千啊 我也不知道 他这边球场多少钱 对不对 对 你后人出山钱 你民事官司 出山钱 都可以 尽量跟球场 因为林略图 单单 帮人家做宝 也背了20亿 十几亿 你不要再说 那些好吗 十几亿 不过 因为球场5百万 1千万 都是卸掉的 林略图没在怕 因为十几亿就在缺 缺到 缺到 但是 还是要给林略图拍拍手 吴乃仁 洪其昌的判刑 这个是旧文的 这个是我们 3月1号的 3月1号的 3月1号的新闻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新闻 这些人呢 就打电话来恐吓林略图 把林略图干扣就对了 就是 吴乃仁跟洪其昌 他们没有本人打 他们请他们的助理 还是他们的那个 打电话来跟林略图讲 不是讲喔 干扣 他是怎么干扣你 他说 这个 要不判刑 确定 要不定验 我怎么可以 在电视台 一直讲 在 地方法院 就要拍 不然 我说 民国九十六年 你注意看 这是民国九十六年 到民国一百空一年 才跟你拍 都对你很好啊 五年 五年才拍 我如果不一直讲 不然把揭华 他要拍 十年后 可能要不拍 嗯 说一个比较败的 必实陈大海 嗯 我听你说 有钱拍戏 没钱拍戏 台湾在书法 有三种法 这你以前可以败 要败 就叫金钱法 你不是说金钱法 人事法 人事关系法 人事关系法 你如果没钱 你如果没钱 还没有人事 就叫做没办 就叫做没办 就叫做三个 一想一半 二想一半 三想一半 一想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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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不能忍 我说 这次利用总统代算 大家在电视台 没有什么口识不清 請我做節目 我自己去说才行 以前是說民進黨他們賤賣國土 只有台藤、台藤 有81527筆 81527筆喔 那一筆是土地一筆是很大塊喔 你們別聽說 像現在高院工商 余震縣他們做的高院工商 他們開的高院工商 那都是台藤的土地 那一筆多少錢? 祖金喔 一筆喔 你租十幾塊而已 夫婦的他們現在先租 再來賣 再來買 一筆再買多少? 幾百塊 一坪土地幾百塊錢 再來喔 再來辦簽校喔 那簽到那邊 不是 再來簽去別的荒漠之地 林地 還是什麼地 變更地木為主地區最多區 喔 那你們看賺四個 你看 一坪土地喔 如果他只有幾百塊錢買齁 你到變成 變更地木成為建地的時候呢 你知道他一坪土地要多少錢 對啊 最小的喔 最小的 最小的 最小的一坪喔 那你會講 像高院而已齁 一坪想不到又十幾萬 買到二十萬 我們算他十五萬就好 你看賺多少 你看賺多少 幾百塊錢 我們算他一千塊 一千塊 一千塊 十八 十八就一萬嘛 一千塊到十五萬 你看賺多少 一百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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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 哇 所以說 這些人怎麼樣在賤賣 韜工台灣黑皮書 林綠圖要寫的這本書 我跟你說 這後面 這裏面啊 自製血淚是什麼 台灣人的血淚 啊這台人的透過 台灣人都不知道 你如果沒有一直揭發齁 我們怎麼會知道嘛 因為 我們都很相信政府 然後政府 以前很相信啦 一代交一代 然後你們應該把我們的國家來建設好 人民照顧好 可是 國庫一直在空虛當中 土地 我們國有的財產 一直在被變賣當中 誰知道 沒人知道 因為 沒有揭發出來 沒有像這樣子 被判刑的時候 沒人知道 這裡 蘋果啊 紅金槍 頭版頭 3月1號 然後呢 判了之後 這些人還打電話 來跟聯絡圖 說他在節目中亂講 好 沒關係 亂講還沒關係 我們講給聽眾朋友 去做判斷嘛 他們說他們很錯愕 他們還發表聲明 這兩個人 吳乃仁跟洪其昌 吳乃仁 我現在覺得 他現在被判刑 他現在還蠻低調的 躲起來 黃金槍也是一天到你上節目 對不對 上節目講到恐慌的 很無恥的一個人 啊我就說齁 我先說一下齁 這個人就是 吹公的任意 道理 作為雄天海利 然後呢 他們還發表聲明 說他們 沒有辦法接受 要提出上訴至親 當然啊 你如果被冤枉 你就至親 你如果被冤枉 沒關係 你的圖已經339條 再加10條 3149條 沒差到你們一兩條 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要求民進黨 林政會呢 調查本案 調查本案之後呢 他們希望 這個呢 媒體呢 對他們這樣的大幅的 誇張渲染的報導 他們覺得呢 深表遺憾 真的很遺憾 那他們希望呢 能夠 上訴之後呢 還他們清白 林烈圖 人家說人家是 那種緩弄的 欸 清白 他們有清白嗎 來 證據要 這補頭寫 沒關係 今天齁 林烈圖 因為齁 這樣的關係 林烈圖又準備 哪些資料來了 我們等一下齁 林烈圖 一家一家跟大家說 證據在哪裡齁 我現在我跟大家報告齁 你看這段報告齁 這是中國失敗 我請人找聯絡報導 中國人平衡啦齁 嘿嘿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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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你們不要被 隱瞞掉喔 那這什麼意思 提請黨 請 民進黨 跟司法院 嗯 蛤 他們兩個就是跟談判嗎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無奈人 就是這一次 當蔡英文的 總幹事 總幹事嘛 洪其昌是當他總策劃 嗯 他們提起黨調查 他們在民進黨 現在民進黨 大概都是這些人在把持 這些貪官污吏在把持 嗯 我告訴民進黨 現在的大頭頭 多謝無貪 多謝無處 嗯 我們今天苦果薄心要講 就是說民進黨你要 如果你們真的要改革 我們為民進黨好 如果你們這麼想要改革 要改革 你應該把這些檯面上的人物 全部把它清除掉 嗯 換一批新的 真正青年的 嗯 你不要 但是民進黨現在喔 我等一下再講故事給大家聽喔 講這個事實不是故事喔 嗯 他們這些人 在往往所貪污到的錢 嗯 他們也其中有一批部分的錢 就是給下面的人 哦 共犯結構 畢竟一個 共犯結構 一天 你犯罪 一天當中犯罪 連現在年輕人的 像我告訴你 鄭文燦 鄭文燦 他沒有 那 無奶人跟風七桑 你賤賣台塘土地 他們母也拿到好處 譬如說這個 鄭文燦 他母就拿100萬的 紅鯉 這樣喔 這台塘的這個事情 這台塘的 台塘土地 跟他有什麼關係啊 跟他有什麼關係 跟鄭文燦那麼遠 鄭文燦 對 他太太也拿100萬 欸 啊這個貪汙結構 法院只能對 無奶人跟風七桑 尋求 這樣 刑法的審判嗎 不是這樣 我現在 我現在叫法院 你這樣幾關的嘛 你要破 就要全部全部破 我們是有證有據的 齁 我現在給大家看齁 有證有據的 我現在先跟他說 他起情黨是要怎樣 叫黨說齁 他就批黨說 啊我們這完農的 有黨出面 要跟司法院談判 那你的第一點 你的手是不是 介入了司法獨立了 嗯 伸進去了 嗯 用黨的力量 這樣好拜 欸受邀邀 邀哥 我們明天在 我們要叫一個團體 我們也想到一個洞 我們這個洞 我們這個洞 就要跟八歲 還要跟我們共同一起 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大塊之後 反正我們貪污 我們什麼 我們就可以跟 用黨跟司法院講 嗯 來講司法審判 因為 我這樣懂你的意思 他現在所說的這些 用黨的整個力量去抗 跟司法抗爭啦 那也就是說 他們後面是不是有一點在 扮恐嚇 黨的味道 你如果不跟我聽我 你有聽我 然後去跟司法院來做 我就揭露出來 我就揭露你們 對不對 我私底下我就揭露你們這些齁 都跟我是 共犯結構 共犯結構 像蔡英文你宇昌案 你這樣不夠再清楚 嗯 你也不夠再清楚 是 蔡英文還有很多案 他也不夠再清楚 你說 社長庭的高結案 高雄結案 和一些案 他也不夠再清楚 對不對 他們裡面都是一幾億錢 這樣全是無錢 無 都不是錢是誰的錢 不是他們政黨來源的錢 都是國家人民的錢 對 我現在說 大家給你聽 這民國九十六年 他的起訴書 嗯 民國九十六年 如果起訴 嗯 反而他不會老五年沒半 嗯 九十六年齁 2007年 那個時候是民進黨的威聲 執政 也是他們執政 陳水扁正在執政的時候 也是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現在齁 我告訴你 公安結構 我這都有名字 這是怎樣 我們拿出檢查他 正式舉報 檢舉 舉發之後 台中地方法院 總要起訴四條 九十來九十來 還有九十歲 起訴四條 這四條裡面 除了洪西山跟無乃人 在這裡沒有 這裡是被告 對 你看後面這裡 這就是什麼人物 來 我們注意看 洪西山 洪西山本身 國異他現在拿到少 三十四萬 四十幾 好像一條一條的 陳藝營 七十萬 洪西山他們母的收尾 陳洪西山他們母的妹妹 也本就對了 七十萬 這里民縣 這都是他們的人 他的助力 這個就是.. 李偉銘 李偉銘這是什麼 洪西昌的包傑 欸 那包傑怎麼會姓李阿 他使用洪西山包傑 這是他們的頭 他們的都不知道 你又一條一條 這個都有新聞 這都是地檢署 可能經過我差出來 不是不是 紅旗昌包傑的赤子 赤子啊 赤子啊 就是叫做李維銘啦 就是紅旗昌的小孩 叫他叫阿菇嘛 生的孫子啦 來 三十萬 紅旗昌他還有一張三十萬的寺廟 藏偉家 藏偉家是什麼 新潮流辦公室株林 藏偉家 那時候鄭春齊啦 局長鄭春齊 你八十億也跟我訪問 鄭春齊就沒禮了 我說張偉家他怕一條 我說張偉家 你是 新潮流所謂的 你承辦 你現在是大主任 新潮流現在是民進黨主控 主流派 控制最多的 包括立法委員 議員 新潮流的最多 民進黨大主流派 說了你拜託你想給我 跟我鼓到了 日本人都比較尖 呵呵呵呵 拜託的啦 給我告一下啦 我現在時間啦 你要像公告 我還黏著 泥泥泥會啦 好 我先像公告 公告的好 繼續聽聽的就在講 好 今天在台語中 劉俊耀 瘦耀耀 禮拜二 街壁達人 您的頭在我們現場水道流 你好 你如果說要看台灣的貪污 你有啦 齁 你就要看我們要請瘦耀耀的節目 因為怎樣呢 因為你有在這裡講嘛 透公台灣的黑皮書 因為我有瘦耀耀的堅持 我今天早上有發動說 大家都說出 我所發見的一個黑暗的台灣 大家老百姓做到外面的辛苦是 薪水還會靠所得稅 有的做生意做到哪裡 國家敢不跟你 敢不跟你管 敢不跟你管做 啊 大家齁 嘴公的人意做 你做到最前台去 所以說我在這裡 我常常說一句話 我們這個台灣的人民齁 我常常說關念的問題 關念人不改 每天你們就坐得很壞 關念人不改 變成你們肯湯一載 你們變成肯湯一載 這人我們還要念下去 我們還要念下去 剛剛說到張維佳 張維佳 我拜託他一個 就是新潮流辦公室主任 張維佳 再來齁 這個花綿綿 我現在查不到他的管理 什麼花綿綿 花井綿 花井綿 花綿綿 我也叫老花園 花綿綿 不是啦 花金綿 花井綿 這也佔了250欇 張維佳 這樣 花300欇 花 dużo15 再一百 花幾綿 花一綿 我都叫花綿綿 她家一百 它就十百 兩百 игры 這就十百個 450萬人了 1992 但是花幾綿是什麼 我不要跟他說什麼 他以後我再說 女傑根侯不離婚 嗯,嗯,喔 阿青從不把原配的拆跑 喔 阿接著他沒有帶一個他的祖利 是 阿那他一後再說,那那個祖利是什麼 一後再說,一後再說,一後再說,被承斃,不是 祖利不是,跟他沒關係 沒有關係 跟他沒關係,跟這個本來沒關係 我們如果再說風華雪月的毛糊礁田 那須土地也造水 水土在講話 蓋酒沒那個就沒關鍵 他說這洗火跟這個沒關鍵 不是啦 它本來沒關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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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這要做什麼 你想說喝水土吃百香煙 它一定有關鍵啦 等一下 沒關係 它要再說啦 等一下喔 它要再說啦 它怎麼有辦法說 一條買一個台塘的土地 它本450萬 那台塘的土地財產是誰 我們來的 是啊 它怎麼有財產本質 對啊 這張惠家辦公室主任才分多少 300萬而已 辦公室主任才分300萬 它發錢免得450萬 對 那一定很關鍵嘛 反正它沒有土地 總共八萬幾筆 我成為30幾條 30幾 30幾兆 兆 兆 兆你們知道嗎 兆兆 那些人不知道那個台塘的 他想說30幾個柱子 挑嘛 一挑嘛 一個柱子 典佈挑嘛 我們國家損失喔 損失收入超過16兆 16兆 超過16兆 16兆都贏了 這16兆裡面 就有包括一兩兆 在他們這些人身上 分在他們這些人身上 那其他13兆跑去哪裡 財團 都要財團 要變賣嘛 就財團 這樣就 變賣嘛 你就可以說 你說就好了 用我口子不清 做給你殺球 那就財團 他們才分一兩條 一兩條又分上 因為現在齁 民進黨他們才會上層 他們身上層 現在才會上層 現在是財務的錢 就說我保留好人 我保留好人 另外又給我財團 又開出錢 就要給這些 會比較少 就是這樣 欸 那就是 這就是 這就是 這關財務 都要四代相傳 對啊 家有一老豬有一寶 那當然要相傳 財務可以四代相傳 你有沒有聽到嗎 全世界你有沒有聽到說有一個國家 財務的人 還要把財務 這種經驗 這種還可以像紅鯉的 紅鯉才能分裂才會有 我也有台灣 沒有啦 現在應該也要有 白安也要有嘛 白安喔 白安有 對 泰國也有 泰國 泰國也有四代相傳 人家那什麼心 之前的那個什麼 你說那個總理他們哥哥是嗎 現在的總理他哥哥 那不是四代相傳 還是有啦 我們都說我們自己拜 泰國欣 沒有啦 泰國欣啦 泰國欣他妹妹 現在也是你做總理還是不是 不是 是一般四代長 我的意思是說 財務 還要再加一加手 怎麼財務 還要再加一加手 怎麼財務 大家 大家再把我們國家人民的錢 一起奔奔奔奔 我現在我拿兩條 兩條我拿到我的手頭 我十六條 十四條的財團 對 現在財團貪 都國家損失的 現在 因為財團的土地不能買賣 指豬不賣喔 這是原則喔 這是條例喔 可是卻被他們都打破了 民進黨這些人 對 他現在他跟財團說 你賺十四條 你們這些財團賺十四條 你們現在每個人 你們現在買這些財團 就說什麼 啊 你再分多少錢 分這些錢 找這條名字 讓人聞聞一下 找這條名字 來 花錦綿齁 四百五十塊 再來 台灣產經建原社 這是新交流很重要的 會有一個集資的 專門把這些 這是洪西昌 他們新交流 他們這個人創立的 他們創立的 他們這個人創立的 其實這個 大家喔 企業到以前 你阿旁通知的時代 用 台灣產經建原社 建原社 出面邀請這些財團來 喔 全你比較有財團的 阿這 這算是拿到他們的錢就對了 他就做陣仗關係 可以 喔 喔 阿再來齁 張威家賺還有賺 張威家賺還有一百萬 這樣就幾百 四百 四百 張威家賺就四百 五里順 媽媽還發錢 五十萬 五十萬 他人發錢四百 四百五十萬 這都八十錢 我們的錢 再來齁 五里順 五里順 五十五十 五十 喔 五里順一百萬 阿五里順什麼人 這都自己本來無關 我以後再來說 阿你們有這個人誰 唉唷 我 鄭文燦的妹 對不對 鄭文燦誰 鄭文燦 鄭文燦以前民進黨 新聞局局長 我為什麼知道他呢 我為什麼知道他呢 是因為那個 台式的股權 買賣的時候 他的岳父 就在那個時候 在士林 我最喜歡的一個 至山路的那個地方 顧宮伯苑的鞋對面 張大謙的隔壁 別墅 幾億 兩億嘛 你不是說上次你想兩億 兩三億 兩三億 你看 林玉如就是鄭文燦的太太 他也拿了一百萬耶 林玉如 鄭文燦 他們也跟這個案子有關係 跟台台的賤賣土地也有關係 就叫財團 本人報的原因 他們也是共犯結構的貪圖者 鄭文燦不跟他們的名字 他們現在用這些人的名字 就是說 有的人 會跟手的東西 都全一些大顆的 他們沒有 大顆的啦 各位啊 各位就沒有 網路上你可以看得到 因為我會有影像 可是 聽眾沒有可能 只能聽不能看 但是我告訴你 剛剛講的這些人的 人民跟金額齁 都是有支票號碼 每一張支票 比方說林玉如 94年11月25號呢 領了五十萬 是呢 AQ9564 AQ9564的這些支票號碼 這邊都很清楚齁 中央信託局的國內銀行處 去兌現的嘛 對 這些錢 跟那個流向都很清楚齁 這不是林類土去亂掰的齁 所以說我要讓大家 這個經過檢察官查證喔 查證過之後才確定 我們鐵柴檢察官有查證喔 這些錢到他們的帳戶去 你趕快說句 是 唉唷 廣告 唉唷 感謝每次 每次林類土都 待會人接不然我們開 沒有廣告沒有錢 沒有錢 要怎麼維持 好 今晚到廣告之後繼續聊 哈哈哈哈 好 今晚到廣告之後 街壁達人類土在我們現場齁 隨便你好 你也說我口子不清 頂類就是 沒關係我 我說口子不清 因為大家都 他先等一時間 你在說什麼 他叫我傳染啊 來 我們現在我們經過說後面 林一如 他們 他們是鄭文燦的 鄭文燦 你們的企業 我們以前說過 他做新聞局局長 會介入台式的公股 跟市股案 台灣電視公司 那時候可以做什麼 賴國洲的什麼 賴國洲 那時候是東京的鳳雄 鳳雄 鳳雄 那時候是東京的鳳雄 鳳雄 鳳雄 比以前說像 前隆皇 鳳雄 鳳雄的虎媽牙 我們怎麼算虎媽牙 虎媽牙 那時候是阿扁這隻 那時候 鳳雄就像前隆皇 退休 他叫做太皇 他退休 不可以嗎 他叫做太上皇 太上皇 鳳雄 賴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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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兵人家說 我們長男 剛才在 卸掉總統職位 你們民進黨執政以後 馬上就要來吃我 你也比較差不多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我們有舉發 我們也有舉發 舉發什麼 那時候 護士電視台 就是台車股東 代表 川城 川城同南 這個先生 講一句話 他說 全世界我沒有看過 有像一個新聞局的局長 能夠敢介入一個 人家 股票上市公司的 股權的 事故案 如果這個在國外 變成是在歐美 就變成歐美日 一大醜聞 醜聞 他是在公然談論 公然啦 公然談論 新聞局的錢 拿我們的錢 去吃飯 請八人吃十五萬塊 紅酒沒食 我為什麼要說紅酒沒食 因為這裡要再說就很少了 唉唷 這店面有 店頭有很少了 有喔 有喔 等一下 你要說行李進場 我先再猜一段話就好了 後面還有賴若瑜 賴維青齁 這齁 都是一個賴政成的 一個大女兒跟二女兒 阿賴政成是誰齁 某位立委的 民進黨立委的哥哥 阿賴政成本人拿了一百萬 阿他的兩個女兒各拿五十萬 喔 這是人頭嗎 還是 就是我來貪污啦 阿我又叫財團 再奪一頓給你啦 喔 真感謝 好康的道修部 你也去 阿算啦 我沒有要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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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沒有要貪污 走路我們叫六匹瓶 走走走走 你待會兒 不要啦 我們整個站是說不定的 你買這個期間 進公司要提供給烏蘭人 洪七張去喝小酒 好 這酒齁 這名叫做村農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來買的 這個村農就是 洪七張跟烏蘭人 就是這間 民間財團 民間的收益者 在台中 很有名的 他們都把這間 國泰養酒股份有限公司 來買酒 要買什麼酒呢 喔 這都有發票的號碼 發票每一次的交易 每一筆交易都在二十幾萬以上 總共呢 金額呢 是呢 這這樣算多少 這樣算一百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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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第一而已 這第一而已 你拜託 這是九十五年 公司他們買小酒 他們百幾萬糖喝 這是 這是看 看這裡 這九十四年 六百幾萬 各位 你喝小酒 喝六百幾萬 一年喔 拜託 這喝我們的錢 喝沒有酒 六百幾萬 都在台中 都買兩金錢了 哇賽 六百幾萬就對了 六百多萬 這都經過地檢署 查證過喔 六百一十二萬 六百一十二萬 一千兩百五十一塊 哇 一塊一塊一塊 怕水一塊 六百一十二萬 得那個九千 一年喔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五年的時候 也喝了一百多萬 九十五年的時候 也喝了一百多萬 到九十七、九十七、九十八 還在供應喔 這樣不知道 我就教人的匹配 你要看 他吃飯 八的人要吃十五萬 我說 不是 我說的什麼 酒當然要喝得比較好 拜託 我今天說這句話 陳中文 你們就不要 不要給我 拜託 你們完成一下 我給大家報告 報告 大家齁 他們都笑我們五百 對啦 啊這些傭子 我乖乖騙騙的 大家票碼到我 真的是這樣子嗎 啊真的啊 真的是這樣啊 人家在哪喝哪說 在開槓說 啊 反正我們民進黨 那一隻雞仔拿出來 他們的票都來啊 錢也來啊 啊 我們一個人 我們就大湯 湯到爽 歪到 唱到 對 就好像說 今天是風情頭 老闆 老闆 那老闆 你們記得嗎 我歪到爽 唱到 嗯 各位啊 嗯 六百幾萬年少酒 好 這我跟你說 這不就是這樣而已喔 不就是這樣而已 後一集 後禮拜 給大家講一下齁 我們瑞兔這樣 偷公台灣 Happy書 Happy Happy 真Happy 感謝瑞兔到現場 謝謝